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文字类的函数之后 那你有的时候 这些函数下面都有相关说明 最好你可以 可以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真的花一点时间 反正你弄一下 以后只要遇到类似的问题 你可以试试看 或许答案就出来了 即便你没有用过也没关系 那不过呢 我们刚刚那个需求 它的答案刚好在最后一个 对 这是Value 所以你会发现 看完之后的话 其实最后一个什么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用Value的话 就可以 只是怎么做呢 一 你可以游标放在这边 把它插入函数 再来的话 把Value包在 等号 跟Mid的 这个地方 我的习惯是什么 直接打上去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 再用插入函数 直接插 我建议是直接打 Value的话 就是 在Mid前面加一个 这个 Value 切一下 Value Value 前刮符 那后刮符记得 加在等号的前面这边 后刮符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 所取得的 这个1 帮我做一个转型 加一个Value之后 它就帮你转成这个1 再跟后面这个比的话 两边就相等了 OK 所以后面如果不改的话 你可以外面包一个Value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的话 答案也会是正确的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啦 那工作里面还蛮多类似这样的案例 就是转型 那如果刚好你只能改 前面不能改后面 那你可能你就是要 会懂得用Value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他的话 像Labs Rise 这个我想各位 自己再练习看看吧 那还有这一题 这个什么 Labs 称呼 我要抓他的姓 名字不要 变成称位 吴 那称位的话 就是男生 就是吴先生 女生 就小姐 OK 当然不是涂法链钢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插入环数 用文字类里面的Labs Labs指的是 这个文字里面的 信的话呢 第几个字呢 一个字就好 意思是说我要抓 左边前面算过来的 第一个字 但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在 End 串接 有没有 如果你要在串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一定 只能用这个End 你的符号 串接什么呢 那你想说那我打一个先生 可是问题啊 如果你打一个先生 向下填满 全部都变先生了 那小姐怎么办 手动在改吗 当然不是啦 改不完了 所以呢怎么办 它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先生 一个是小姐 所以呢 如果两个选其中一个 那你又要记得用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 它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根据性别去判断 所以呢 你记得End之后的话 在后面加个if 不过我建议啊 你如果已经加个代表车 如果你在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记得请你使用前面的下拉清单 如果你是第二次使用 刚刚没切啊 有切 我切一下画面 OK 如果你是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记得哦 请你不要点这边哦 不过好像新版 我点这边也可以啦 不过我建议是 点前面这边 如果第二次加的话 if 请你点if 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把 这个if 加到这边来 放到后面 OK 因为如果你点这个的话 它可能会把你的那个lab盖掉 那我们逻辑是 如果 这个 称 性别里面的这个里面 等于什么 等于男的话 那一样 我们就双引号两个 等于男 那就把这个男的 这个部分打上去 然后呢 我改一下输入法 然后 等于男的部分 我就是什么呢 输出先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小姐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如果是男生 那记得要前后自己加一个 双引号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输出先生 串接一个先生 反之就是串接一个小姐 OK 这样的话 就按确定 你就大功告成 向下填满 OK 特别之后 关键就是什么 在这边 请你加一个 end符号 那如果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记得从这边加 如果还有第三次的话 还是从这边继续加 反正你可以一直往后面串 就对了 那这个是lab的用法 其他还有right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自己练习 那我们待会呢 就利用刚刚讲的 这三个东西都有讲到 那你把它试着分别完成看看 有没有办法串接出一个标准的手机号码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Pepper 2 4 7 11 18 18 8 21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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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